如果你要偏切这个的话 很快一万身价 那你别想要菜 上期呢 给你们切两个大块头 几十公斤的 一百多公斤的 那么答应你们再切两块 那么现在它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啊 也是画好线的 这个稍微小一点 这个稍微大一点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就不给你们打个介绍了 为什么呀 直接切开看结果 那是最明晰的 实践出真理 但是这里边 我要跟你说个事 然后我发了一期 介绍瑞丽的视频 然后很多人来瑞丽看 是过来创业的 然后非要过来见我 其实哥们儿完了之后 你像我做生意 我见的人多 真的坐到一块 说三句话 基本上知道就知道 咋回事 有那么一丢丢人 就很爱面 完了之后 我的妈呀 说那个话比天都大 真的哥们儿吓着我了 完了之后来到瑞丽 能够见个面 我觉得是个缘分 然后呢 大家伙实实在在的 生生肯肯的 你有没有钱 跟我没关系 没有钱 大家伙也是朋友 只要人品好就OK了 所以说没必要 说那些有的没的 你多厉害 跟我没啥关系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事 就是很多粉丝 翡翠方面拿个三万五万十万八万的 感觉就是上帝了 哥们儿三万五万十万八万 在翡翠里边说实话 刚入门啊 所以说不要牛逼哄哄的 这个行业里边 你那个消费真的刚刚开始 然后呢 这个料子呢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从这画线 直接上邮具来一刀 然后这个这个呢 有100多公斤 然后我上线切来一刀 至于料子怎么样 我就不介绍了 木纳敞口的 原生矿的料子啊 大块头 以后我天天给你们切 喜欢看 我就切给你们看 好吧 切完了之后我走行李 因为这种东西 你们是看不懂的 这个是个上邮具 这个上线切 这显然啊 这是一个忧伤与悲伤的故事啊 我让你做 被大块头两个 却躲完这个的显示 这个是什么 不要这个看 大家跟我都不打得怎么样了 实际太重了呢 这有白搭的 这个也白搭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多少钱切的 完了 这个现在是BBQ了 完了之后 如果你要天天切这个的话 很快一万身价 完了之后 快就变小花菜了 整个过程当中呢 主要是让你们都知道 这个东西它是有风险的 所以说要谨慎的去接触它 特别是大块头 大块头为什么都喜欢那 它可以构建换脚空间 假如说这一方面 让你们切得起 这个东西 如果是说黑石头 或者其他石头 压定一个表现 我肯定给你构建 任何的坏空间角度是吗 对不对 但是一刀下去的时候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一个有句老话呢 叫做十大九五花 十大九五花是一个 大料的切完之后 种水线特别好 它在进行 再次的分割 下片加工的时候 它的临终比比较高 我让你基本上 它比较好加工 比较好下料 再一个就是这个料呢 如果它一百多公斤 它是全熟透的 可以确定它的底液很高 它的种很好的情况下 那么它不是这么个价格 所以说你们在日常技术 翡翠当中 那种小价格 举国大块头 我告诉你 九死 无生 就是这么个结果 好了 非识是美男兵的 音品喜欢飞鸡的 双击加工 虽然切得很大 哎呦呦 肯定也美到死